女人喝下毒药 接着给情人也微下一口 他们商定双双殉情 以3811作为暗号 约定来生3月8号晚11点再相见 慢慢的两人都没了呼吸 可女人在奈何桥边哭哭等候了50年 仍然不见爱人的身影 她只好来到人间灯报寻人 小丁记下了如花提供的信息 便要收取灯报的价格 如花面露蓝色 离开人间多年 她早已身无分文 得知后天才是3月8号 如花便说明天再来 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等小丁下班后 如花又阴魂不散地跟到了夜宵谈 小丁有些老梦 问她究竟要做什么 如花说自己想要册资算命 小丁便给了她50块打发她离开 如花立马来到了算命先生那里 听闻自己要找的12少还在人间 而且正在香港 她顿时喜笑颜开 与此同时 小丁坐上了回家的电车 不想又遇到了如花 两人坐在一起聊了起来 小丁看着如花不符合年代的旗袍 好奇她要找的12少是什么人 电车缓缓行驶 如花打量着车窗外的景象 发现早已不复当年的圣景 常去看戏的太平戏院 也变成了商场 听如花说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 小丁心中十分困惑 问她多大了 结果如花说自己死时是23岁 如今1987年 她已经86岁了 小丁吓得立马跳了起来 小丁想要开窗逃跑 可如花瞬间就来到她的身后 后天是3月8号 是我跟十二少的记者 这一次我一定要找到她 如花聚聚情真义切 恳求小丁能帮她找到十二少 虽然小丁被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但还是被如花的痴情打动 答应收留她几天 男朋友带了一个陌生女子回家 说她是个女鬼 这样的荒唐话女孩怎么肯相信 万般无奈之下 如花只好解开旗袍的领扣 抓起对面女孩的手 伸进自己的胸口 女孩正住了 这个女人的心是凉的 她冲冲门外大喊救命 原来这个涂着红唇双眼无神的女人 50年前是一红楼的头牌歌女 在满是浓妆艳抹女子之中 她以一身撒爽的男装 几句悠扬的唱词 让多情儒雅的十二少挪不开眼 一曲唱吧 如花拂袖而去 却不想风姿彻底留在了十二少心中 第二日一早 十二少上门找如花 但酒精风月场的如花剑多了虚伪 她为了考验十二少 假装若即若离 让她空等了三次 可十二少不羁不毛 还包好了橘子乖乖等候 随着指尖不经意的触碰 十二少不着一词便俘获了美人芳心 为了哄如花开心 十二少不惜千金 再以后 宋对脸 一句如梦如幻月 若即若离花 首尾的如花二字让她彻底沦陷 紧接着十二少又送来一张昂贵的洋床 只为让如花睡得安稳 如花也成了以红楼里人人艳羡的女人 两人终于坠入爱河童塔窝 十二少真心爱慕如花 想要娶她回家 然而附加少爷与风尘女的爱情 注定要受到万般阻碍 见家长那天 如花换上一身素衣前来拜访 十二少的母亲沉母看似和爱温和 但话里话外都在嘲讽如花低贱的出身 请她喝高档的茶叶 说这是用女子的香汗暖着带回家中 才算得上级品我和你是不行了 如花明白 十二少这样的家族不可能接受自己 但十二少却不顾家人反对 在外租下一间房与如花同主 没了家里的支持 从小养尊处优的富家少爷也开始上台跑龙套 而父母就坐在台下观望 表演结束 父母冲进后台让十二少回家 十二少不肯 陈母劝说老爷不必阻碍 自己的儿子终究是自己的儿子 如花在一旁听着心中一算 她又何尝不怕十二少离去 让自己落入万劫不复之地呢 然而十二少却不顾家流言 还用第一笔工资买下一个精致的胭脂扣 亲手戴在如花的脖子上 将胭脂放进胸口保存 如花抱着爱人 感觉这段情感终究因为身份不会长远 于是两人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 他们要为爱殉情 来世再相爱相守 只要一晒到阳光 女人的脸色便会惨白 只因她是一个死了53年的女鬼 哭等爱人53年不愿继续轮回 听了如花与十二少殉情的故事 这对情侣十分感动 决定帮她出钱登报寻找十二少的踪迹 报纸印了一落又一落 如花相信只要十二少看到消息 就一定会来相见 3月8号这天晚上 如花涂上口红 打扮精致地来到老地方等候 看着来往新人匆匆 如花的神情期待又盼望 来一个人就上前嬉戏辨认 可都不是她要等的十二少 随着时间的灵迹 如花渐渐没了信心 十二点一过 没有等到十二少的她留下一行青泪 小丁两人鼓励如花 他们一定会帮忙调查到底 终于在一间古董店 小丁发现了一份当年的旧报纸 上面报道了如花与十二少当年殉情的事情 如花混缎一呼 霍少梦醒偷伤 原来当年十二少并没有死 报道中说了 十二少被抢救时 胃里不仅发现了毒药 还有大量安眠药 见此清醒 如花不得不说出了全部事情 当年她不相信十二少真的会与她殉情 为了不被抛弃 便在酒里加入了安眠药 可十二少还是丢下了她 私自苟且人间 如花常然若失地走在街头 街上有一戏班子正在演出 恍惚间 如花好像看到当年英姿飒爽的十二少 就在她沉浸在一片绝望中时 一位知情人士联系到了小丁 表示当年阔绰的十二少如今正在剧组跑龙头 得到具体消息后 他们立马找到剧组 如花看到一个两鬓斑白蜷缩在角落的老人 一眼认出那就是自己哭哭等待的十二少 她俯身到她耳边 唱起了当年相识唱的刻图秋恒 歌声唤醒了十二少的记忆 但此时的如花已经解开了心中执念 她摘下一只戴在胸口的胭脂扣 黄腿十二少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任凭十二少在身后追赶 如花也不曾回头 所有的爱恨痴产 到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 傅家公子与风月女的爱情 在那个社会注定前途多传 他们爱得太深 深道不计后果 但不计后果的爱 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